赤犬泡红平民 是要与所有海贼死战 可谓正义 亲自网开一面 与用懒中追问初心 可谓正义 作为大将中能力与性格都截然相反的两人 库子安萨拉斯一间的矛盾与点让战争后彻底激发 战果本想让更加温和的亲自兼元帅 但高层不少人都更倾向于手段强硬的赤犬 最终 事关元帅之位 事关海军未来十几年的方向 两位大将唯有一战 你应该知道的 你赢不了我 赤犬语气坚定 但一向浏览亲自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坚持 唯独你 我绝不允许 萨卡四季 事到如今 圣一间的风气早已多说无疑 赤犬般的身体化为炙热的岩浆 烈火中化头恶犬向前奔袭 另一边 韩兵一瞬间覆盖亲自体表 自然系的伟力生日在火海中开辟几地 当层层冰霜上除击斩翅 韩霜之翼遮盖藏穹 穿透因气温骤病而吹拂的狂风 我写两位降级强者十字般的杀意 并要与炎江轰然相撞 蔓延全场的白烟间 赤犬率先出现 他越过火光继续向前漫步 没多久 就看到了前面有一道若隐若现的黑影 那正是一脸冰冷的轻质 真是麻烦的能力 但这种程度还远远不够 双天之盾 咔咔的凝结声瓷西比伏 大片尖锐的冰刺与一刺的护在大将周围 而他本人则手持冰刀 人眼看着浑身炙热的铜流 然而不等他经营反击 赤犬已经突进至青植左侧 朴实乌华的一掌没有半点失忆 凶狠的岩浆犬一击击碎兵役 并且正中酷在面门 感受着脸上传来的火辣的刺痛 青植不得不承认 刚才他封心了 其实两人的觉悟并不对等 青植只是为了自我理念 争夺那个他并不感兴趣的位置 但赤犬却有着为了绝对正义 不会对师弟手软的决心 不过看着青植几乎没怎么反抗的 消失在远方的爆炸中 萨卡斯基还是挺熟了 从一开始 有柔寡断便是你最大的弱点 酷赞 想想混乱的世界吧 还有责罚老师的家人 以及蚕食正义 自封为皇的恶徒们 你拿半就则决心 无法直引海军的未来 在赤犬说话间 其背后海量岩将暴动 一头无声咆哮地狱三头犬降临世间 此招名为 熔岩地狱 只为将绝对争一只恐怖 是与邪恶而存在 而金大将将以地狱之怒斩断异议 然而青植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不 萨卡斯基 正义绝不该是赶金杀绝的凶器 赤犬文言暴怒 非常时激情非常之势 刻苦铭心地过去时刻提醒他 绝不要给罪恶哪怕一丝喘息至极 青植又怎么会懂得那种感受 随着大将杀意在即 岩浆眼前炫有只酷赞跟前 层叠的冰川立刻被高温融化 第一的青植在岩浆之海中 筑起冰柱飞向高空 从属性上来看 号称攻击最强的岩浆果实压制力十足 轻致这一战将分外艰难 同一时间 远在圣地玛丽乔亚 平静的表象下 派系之阵无可避免 由一人信不走向城堡左侧的会议室内 清晰的脚步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房间 而后全军总帅自顾坐下 你还是来了 孔 你们 我也是没有默许两位大将的战斗 你们明知道大时间后海军元气大伤 根本没法再承受失去任何一位大将的代价 即使与其依旧平静 但刚骨空阴郁的神色之下 满是无法抑制的怒火 那座岛上两人原本可以接替 战国和卡普尹退后的空缺 但来自上面的堵斗体 却深深把元帅之争升级到了生死大战 站在空的高度上 他无比明白战国时期海军自如程度 以前某些高层十分不满 趁着新老交替用些手段削弱再正常不过 但看着当年新人一路升至大将 却遭此算计 出于对海军的旧情 空仍敢奉闷 吴老星懒的回应 除了表面上的职权者 上面的局势非常复杂 不过空转而说起了其他 在青蛇和赤犬之间 其实他更看好赤犬 这让吴老星有些惊讶 人人都觉得空该是和战国派系一致的 但空解释道 他的选择和战队无关 他只是察觉到了新世界越发不平静的局势 在即将到越的乱世 也许只有赤犬 能给海军带来一些先机吧 回到面目全非的彭克阿萨德 数十米的高空之上 半元素化的青蛇正俯视打底 但他却半想没有看到赤犬的影子 心有所感之下 库赞猛的抬头 果然在天空更高处 赤犬逆光的身影分外刺眼 两人无言地看向彼此 片刻后 赤犬的身体再次开始融化 到此为止吧 不同于普通的元素化 萨卡司机将整个身体都融入了岩浆 眨眼间 一具点天一地岩浆巨人占据青蛇的全部视野 他随手挥下的一拳 如陨石坠落般扑面而来 在这堪比人形火山群的巨大存在面前 青蛇凝聚冰块瞬间就被无情碾碎 随后 无可匹别力量附带恐怖的高温轰专天地直达弟弟 借着一场毁天灭蝶大爆炸席卷了方圆百里之内的一切 中心处 青蛇和漫天兵临坠向平宫出现的深渊 他忽然想起了责罚老师离开总部时说的话 我的余生 只剩战斗 我已经无法回头了 燕昭率先落地 接着便是遍体鳞伤轻至堕入黑暗 爆炸的余波引起地下空洞的二次坍塌 两久后 燕照落在狼狈大将身旁 赤犬的强大却是超乎想象 但最大的白银 却是酷赞对于师兄的留情 他恍惚间想起了很多 奥哈拉旁的冲天火光 护送女孩去往远方的冰之河道 但留在学生心间的 仍是责罚老师最初的教会 不要犹豫 将自己的新年贯彻始终 想通一切后 陨石坑一样 胜不见底黑暗下有寒气返程的上升 之前爆炸的雨剑海味熄灭 滚烫的大地上又传来连绵不绝的轰隆声 只见一座冰山拔地而起 人包裹在岩架内的赤犬只是冷眼旁观 最终高度超过百米的冰川 依稀勾勒出一道人形 自已然破碎大地上 冰川居然仰天长效 冰与火的对决 才刚刚开始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本同人漫画来自于个人约稿 算是对两位大将之战的一些不成熟脑洞 其实这一期视频 从三个月前就开始策划了 在海极王的划分非常有辨识度 模仿起来非常难 再加上从一开始研究漫画风镜 最终这看似简单的一期视频背后 是个让人十分无比心力焦脆的过程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说回两个战斗 正如我们后面知道的 两人长达十天十夜的决斗 最终以吃犬胜出而结束 他们各自留下了很多伤疤 亲自更是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 北美残疾这场经典战斗 就让人越发后期大家们的手段 而随着霸气等力量体系也不断补充 如今大量肯定早已赶筹两年前的版本了 就让我们期待一下未来软世中 大家们全力出手的风采吧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